哈喽,这么情报,我兄弟打电话,我兄弟在学习行人指挥部了,然后办这个设计他能办,他之前也给别人办了,但是他明天可能值班,他明天不一定能把这个设计搞成,他尽量抽时间去给你搞,明天最晚是后天,你看就是你把你那个截图截给我,然后 你这有啥截图,你先说你截图吧,就是刚刚那个申请的那个出将申报的那个截图是不是,对,还有你的身份订号啊,你给我,那多少钱呢,你看是这样的,我那个兄弟跟我关系特别好,我兄弟说他给别人办都要的八千,然后跟我说他都付钱的牙,但是我说我跟 我说是我妹妹说了,然后他说那你给上三千块钱就下行了,我就说那三千就三千,但是咱俩这么久关系了,你也知道了,你多的关系说了,反正你后面还回来了吗 肯定是这个,这个彻底解封了那些,肯定才回来,现在就肯定如果还封城肯定就不敢回来 你后面回来了以后,你赔我四次行吧 听一下,然后就就三千块钱,然后明天让他抽时间搞,然后明天如果他没时间的话,就后天就给你,能批了就给你批了,但他主要一直不过的原因主要是咋吧,是因为你现在在的这个地方 今天就是一句话,情况可能,我不好明说,情况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哦 这边基本上我就直接告诉你,全军扶摸 好吧 嗯,然后,然后你自己看,就是,这个算是明天后天,如果,如果说他是因为喜欢,因为什么别的原因啊,没给你搞成,这钱我原本不对,就没给你 他是先付吗,不能是办下来以后再给吗 我靠,你的先付,自己兄弟啊,我不说别的话 嗯 咱们俩这么久,不好意思我也没必要这个事情,就说,那个啥,我帮你这一把,等到你后面回来了,你你你你你你不握事就行了,行不行 哦 嗯,考虑一下吧,考虑一下,然后给你一个回答 没算 嗯 反正,我是跟你说,外面的人也那个咋的,咱们俩那么久啊,你也知道我干啥,我也不跟你胡说 你也打听打听 确实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你要弄你就尽快回复 因为我的兄弟估计一点 我就睡了 我得给他把东西发回去 你一点钟时间给我给回复 行不行 好 好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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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